大家好,我是电影迷小雅,今天我们继续看美剧《绝命毒师》第五季的13到14集 上回收到,小粉发现毒香烟的真相后,怒火冲天冲进老白家,试图一把火把这里烧了 最后被赶来的汉克阻止,都想扳倒老白的两人随即联盟 小粉录制口供,交代老白是如何打造毒品帝国的 然而仅凭这个还不够,汉克本想让小粉赴老白的约,只要对方露出马脚便可当场进行抓捕 结果计划被小粉搞砸,就在汉克快要被气炸时,小粉却淡定表示有更好的方法 那么小粉能想到什么好法子呢? 好了,话不多说,开始今天的故事 此前,莉迪亚联合杰克一伙人端了卷毛的老巢 之后几人便组成新的制毒团队,由托德担任制毒师 虽然他跟老白学过,可技术并不稳定,质量好不好,大概率靠运气 关键是,在欧洲市场蓝色冰毒才是活招牌 结果托德制作出来的压根不是蓝色 杰克对76%的纯度很满意 可莉迪亚不接受,不管纯不纯颜色,必须是蓝的 杰克小弟表示这简单,往里面掺一些实用色素就行 想什么颜色就给他什么颜色 莉迪亚点到极致,毕竟杰克这帮人穷凶极恶惹不起 事后托德态度诚恳找了莉迪亚 认为这次没做好,可能是因为温度出现差错 步骤上都和老白一样,只要再试几次一定没问题 考虑到莉迪亚可能会被买家刁难 托德表示只要他愿意,可以让杰克叔叔去安抚安抚他们 对此莉迪亚很无语,难不成还要强买强卖吗 鼓励托德一方后,莉迪亚便匆匆离开 望着他离开的背影以及咖啡杯上的口红印 托德一脸春心荡漾 看得出他有点喜欢莉迪亚 就在这时,老白打来电话,要杰克帮忙处理一个人 不是别人,正是小粉 而小粉这边,他知道有一个证据是老白不可能毁掉的 那就是卖毒赚来的现钞 虽然小粉并不知道老白把钱藏在哪里 但他相信有一个人应该知道 他就是索尔的肥保镖 当初就是他和胡子哥负责转移仓库里的钞票 为了让肥保镖松口 汉克利用小粉提前演了一出好戏 只见他将猪脑子狠狠摔在地上 又用手指搅了搅 最后小粉躺在猪脑边上摆拍一张 肥保镖被单独关在一个小房间里 汉克告诉他,老白毒师身份已经暴露 索尔电话也被缉毒局监听 得知老白要对小粉下手 而你也在暗杀名单上 起初,胖保镖并不相信 直到汉克拿出小粉的死亡照片 才把他吓得半死 汉克故意引导 老白之所以要灭你的口 是因为你知道他把钱藏在哪里 肥保镖疑惑地摸了摸脑袋 表示并不知情 当初他和胡子哥只是租了一辆货车 把钞票装进几个大桶里 然后从仓库转移到索尔的办公室 之后老白开车把钱藏到哪里 就不清楚了 只知道他回来时 货车上有一把大铲子 车身很脏 他和胡子哥把车洗了洗 就还给租车公司 听到这里 汉克精准猜出老白这是把钱埋了 晚上老白与杰克碰头 对方猜测小粉是内奸 却遭到老白的极力否认 直到这个时候 老白依旧强调小粉是佳人 所以希望一切结束得干净利落 不要让小粉感受到痛苦 不受罪也不恐惧 杰克说道 那可以朝他后脑勺开一枪 保证没痛苦 但他提出一个条件 老白必须教会托德制度 带他上道 讨价还价后 老白决定事成后交托德一次 杰克想今晚就行动 可老白还不知道小粉身在何处 对此他想到一个 能让小粉主动献身的办法 安德利亚母子化身工具人上线 老白登门拜访 询问安德利亚小粉的去向 但他们也已经有一段时间没联系 在老白的推波助澜下 安德利亚给小粉的电话留言 说老白正和自己在一起 我们都很担心你 意识到这对母子很可能有危险 老白相信小粉必定会现身 离开之前 他让杰克手下在门口守着 小粉迟早会出现 然而魔高一指 道高一丈 收到留言的人是汉克 他当然不会把这件事告诉小粉 搭档调查了租车公司 发现货车并没有安装定位系统 如何找到老白的赃款 又成了难题 但汉克灵机一动 没有定位系统 这事我们知道 老白可不知道啊 一个影蛇出动的计划在汉克心中酝酿 故事发展到这里 已经很有高手过招的味道了 洗车店里 斯凯勒正在教小白怎么收银 索尔突然找到这里 斯凯勒尽可能装着不熟的样子 可他名声在外 连小白都一言认出眼前这位风骚律师 老白见索尔竟随身穿着防弹衣 十分惊讶 这才知道他的保镖不见了 索尔担心人已经被小粉干掉 老白并不这么认为 小粉的目标是他 况且他也不是滥杀无辜的人 就在这时 老白收到一张照片 定金一看 不是我藏的钱吗 接下来小粉打来电话 说找到老白的钱了 老白慌了 立刻开车朝埋前地奔去 路上小粉始终与老白保持通话 趁肥保镖把一切都招了 多亏货车上的定位系统 我才找到你的钱 小粉让老白赶紧过去 并且一分钟烧一万块钱 要是挂电话 就一把火把钱烧光 老白火速赶到郊外藏钱的地方 可下车后并没有发现小粉 这才后知后觉中计了 担心被定位 老白赶紧抠掉手机电池 找到一处高地观察四周 只见一辆车正朝他开过来 老白没有退路 只好重新装好手机联系捷克 并把坐标说给对方听 让他们赶紧过来解决小粉 可当车里的人现身后 老白惊了 除了小粉 还有汉克和他的搭档 要是捷克来了 岂不是汉克也得死 老白并不想杀死家人 于是改变主意 让捷克他们不要来 汉克下车后 一直呼喊老白的名字 老白留下一行热泪 放弃挣扎从暗处走出 汉克让他跪在地上双手抱头 之后亲手给老白戴上手铐 期待已久的时刻终于实现 其实照片中土的颜色和胶外的并不一样 然而一切尽如汉克所料 老白慌了 完全没注意到这个细节 因老白与小粉发生冲突 两人不得不各自关在一辆车里 汉克实在太激动 连忙给玛丽打电话 分享这个好消息 把玛丽高兴得热泪盈眶 不久老白注意到杰克的车队正在不断逼近 于是大喊着提醒汉克 由于隔着车窗玻璃 汉克并没有听到 察觉到异样 汉克与搭档迅速成防御状态 杰克一喜人停车后 也都纷纷架起枪支 老白在车厢里不停大喊 示意杰克不要动手 然病卵 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杰克用眼神示意手下 随即便开始疯狂扫射 汉克二人迅速利用车身做掩体 枪身四起 双方陷入激烈的枪战中 杰克一方火力太强 汉克这边终究是寡不敌众 一阵枪铃弹雨过后 搭档倒在血泊中 汉克腿部重弹 失去行动能力 他强撑着爬到搭档身边拿枪 已然是困手之斗 得知汉克是缉毒警察 杰克准备一枪将他送走 车窗玻璃都子弹打得稀碎 老白大喊着不要杀人 之后就被杰克手下拎了出来 虽然汉克一心想抓老白 但老白始终把他当家人 他告诉杰克 自己有八千万美元现钞埋在地下 只要放汉克走 这些钱全归你 老白哭求汉克示弱 只要回去不再追究这一切 那么就能活下去 然而汉克却告诉老白 你这么聪明 却没看出来 杰克早在十分钟前就已经做好决定 他钱要拿人也要杀呀 老白已经尽力 伴随一身枪响 汉克永远倒下了 老白崩溃倒地 绝望到了极点 果然如汉克所料 根据老白之前给的坐标 杰克一伙人拿光了他的钱 只留下一桶给老白 差不多一千一百万左右 留下的坑直接成了汉克 与搭档的买骨之地 拿到钱后 杰克的人心满意足离开 也就托德还算有点良心 知道把老白的手铐打开 还劝他节哀顺便 杰克告诉老白 要不是看托德敬重你 连你也一起灭 坑爹的是 杰克还让老白不要记仇 来个握手言和 情势所迫 老白只能配合 但在他心里 恐怕早就想出杀死杰克的一百种方法了 本来对方一拨人已经准备开车走人 可老白心中的怒火急需发泄 于是小粉倒霉了 直接被老白供出 原来枪战发生后 小粉就一直躲在车肚子底下 他被杰克手下硬生生拖了出来 按照之前和老白的约定 杰克将枪口对准小粉后脑勺 就在他以为自己要彻底凉凉时 事情又有了转机 托德队阻止杰克 提议先把人带回去 等问清楚 小粉向警察说了什么之后 再杀不迟 离开前 老白杀人诛心 告诉小粉珍妮的死亡真相 至此两人彻底决裂 小粉被带走后 老白独自坐在车上 看着杰克埋葬的地方 面色凝重 或许此刻老白开始真正悔恨 一直以来 他都认为自己制毒 是在为家庭做牺牲 是在为家人着想 到头来 家人却因他而死 何其讽刺 因油箱被子弹击中 返程途中 汽车熄火 没办法 老白只好化身人力推车 不停滚动 装钱的铁桶 好在中途发现一户人家 从对方手上 买下一辆二手皮卡 玛丽来到洗车店 此时她并不知道 和汉克已经天人勇格 以为老白正在 基督局里受审 她找斯凯勒有三个目的 第一 希望斯凯勒 交出老白抹黑汉克的 那个光盘 第二 现在必须告诉小白真相 第三 鉴于失去一家之主 玛丽承诺会和汉克 一起帮助斯凯勒与孩子 走出困境 意识到一切已成定局 斯凯勒留下伤心的泪水 同时做出艰难的决定 将老白制毒一事 告诉了小白 结果小白根本不相信 除非老白亲口承认 等斯凯勒带了两个孩子 回到家时 老白已经收拾好行李 准备带他们离开 小白一见到老白 忙问她 是不是大毒师 是不是被汉克叔叔抓了 为什么现在出现在家里 老白被小白惹毛了 怒吼着让她闭嘴 从没见老白发这么大火 小白当场呆住 斯凯勒很疑惑 按玛丽说的 老白现在不应该在 缉毒局吗 对此老白谎称和汉克 进行谈判 总之现在来不及 过多解释 先离开再说 斯凯勒的心瞬间凉透 他知道汉克 是肯定不会放人的 唯一的解释 就是老白杀死了汉克 斯凯勒眼含泪花 不断逼问老白 汉克人在哪里 老白表示 我没杀人 我是想救他的 可不管老白怎么说 斯凯勒和小白 丝毫没有要走的意思 趁老白拎着两个大箱子 走向门口 斯凯勒竟拿起一把菜刀 放狠话 让他赶紧滚出这个家 老白还想做最后的努力 没想到斯凯勒拿刀 直接挥过去 划伤老白的手 紧接着夫妻俩打坐一团 最后小白挺身而出 拉开老白 并用身体护住斯凯勒 见老婆孩子这么对自己 老白伤透心 然而这还没完 小白还打电话报了警 说我爸要杀我妈 可能他已经杀过人了 见状老白只好带着钱 开始逃亡 让斯凯勒想不到的是 他竟抱走年幼的女儿 等斯凯勒察觉已为时已晚 老白开着皮卡扬长而去 在母婴室里 老白贴心替女儿换尿布 他希望能听到一声爸爸 可女儿只是一个劲儿喊妈妈 老白心中不免酸涩 其实从女儿出生到现在 自己并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 女儿被抢后 警察和玛丽都来到了 斯凯勒的家中 很快老白打来电话 他指责斯凯勒 不该把真相告诉小白 称带走女儿 是你不尊重我的后果 要是你敢背叛我 下场会和汉克一样 老白流着眼泪说狠话 他当然知道 斯凯勒的电话 已经被警察监听 之所以说一通绝情的话 无非是想把所有罪责 揽到自己身上 唯有这样 斯凯勒才能脱身 斯凯勒当然知道老白的用意 只能说一句对不起 他问老白汉克在哪 老白表示 你们再也见不到他了 此话一出 闻者伤心啊 特别是玛丽 瞬间哭到崩溃 斯凯勒希望老白带霍利回家 但老白依旧假装凶狠 说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办 结束通话 老白掰断电话 将霍利留在一辆消防车上 很快消防员听到警报声 在驾驶室座位上 发现了一脸委屈的霍利 第二天 老白出现在路口 就是之前小粉等待街头人的地方 最后老白上了车 难道他要人间蒸发 到另一个地方 开始新生活吗 回到小粉这边 被杰克带走后 他便被关在暗无天日的地牢中 见到托德时 小粉战战兢兢 从他鼻青脸肿的样子来看 显然是被虐待了 杰克把小粉带到制毒实验室 想让他帮自己制毒 为了限制自由 小粉全程被锁在一个滑轨上 宛如一个奴隶 小粉根本没办法反抗 墙上 安德利安母子的照片 无时无刻不再提醒他 只要不合作 他们便凶多吉少 小粉能脱离魔爪吗 而老白所谓的重要事情 又是什么 杰克这伙人杀人又抢钱 老白会甘心放过他们吗 毒师系列即将迎来尾声 绝命毒师老白的一生 也将落幕 感兴趣的小伙伴们 请继续关注下一期精彩内容哦